我們會教你怎麼去設定ESB32的 像是CPU的一個運轉速度 還有我們的天線的發射的功率 當我們談到AI的時候 通常會講GPU還有雲端計算 在未來 邊緣運算也會變得很重要 邊緣計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 物聯網的裝置加上了AI 像是汽車 智慧工廠 未來都會有越來越多的邊緣運算 那我們在高中的專題實作上 我們會比較常用的就是像ESB32 這樣子的一個物聯網裝置 隨著SDGS還有科技競賽的演變 你會發現現在的作品其實 不單單只是講究功能 它其實也很在乎你的 產品的功耗設計 舉個例子 你知道 你問Trader GPT 五個問題的時候 它所需要的電 跟散熱的水 差不多就是一罐礦泉水 以及煎一顆荷包蛋的電能 這意味著我們完成同樣的任務 如果可以用更低成本 低功耗的方式的話 那這樣子是有很大的加分 平常我們在做專題的時候 比較常見的耗電元件 像是LCD 像這種螢幕類的都是很耗電的 再來是這種 馬達類的 也是蠻耗電的 那還有一個我們隱藏的 那就是我們的開發板 那特別是開發板如果有像是WiFi 藍牙這種無線功能的時候 它的耗電量是會上升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集 我們會教你怎麼去設定 ESB32的 像是CPU的一個 運轉速度 還有我們的 天線的發射的功率 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達到 降低功耗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所設計的一些應用情境 其實都不需要 將微型控制器的 CPU開到最高 運轉頻率 在我們的 ESB32裡面 主要有 四種規格 240 160 80 40 那我們等一下呢 會教大家怎麼去測試 接著呢另外一個跳條的功能是 無線的接收跟發射它的功率 在這個實驗必須說 它不是一個非常精準的量測 但是它就是大概 呈現一個趨勢 那我們所使用的量測方法是利用這一種 我的USB電流檢測器 那這種東西設備 它的一端是所謂的輸入 一端是所謂的輸出 比方說我把我的ESB32的USB線 插在上面 然後另外一端就接我的電腦供電 那它可以去量測說從我電腦 到底提供了多少電給我的ESB32 那基本上 它這個數值呈現有兩種電壓跟電流 那以USB供電大概是固定在 電壓大概5V左右 電壓是5V大概4.9V 5.1V之間去浮動 所以我們等一下觀察主要是電流的大小 如果電流越大代表說這個狀態下 它的是比較耗電的 那如果電流比較小就是它是比較省電的 然後我們這支影片主要探討的是 WiFi AAP ESB32當作一個 基地台熱點 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那我們可以參考之前的一部影片遙控船 我們整個設定來講大概就是說 用我們的ESB32 去控制 像是一顆 四伏馬達 做左右搖擺 以及一顆 130馬達 當作我頁片的前進跟後退 所以呢我們程式碼 這邊前面看的就是跟我們 一般AP模式設定是一樣的 有個地方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在SETUP裡面我們可以去SETUP CPU FREQUENC 那它的單位是MHz 所以呢 我們可以有的選項你 比較常見就是 最高是240 再來160 再來80 再來40 等一下實作呢會幫你測 240 160跟80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去設定的是第2個 就是發射的這一個TX T就是所謂的 發射 Transmit 那這個Power的話 我們可以去設計它的DBM 基本上DBM它是一種 相對功率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看數字的時候 我們只要大概去比較說 它基本上每差10 大概就是差10倍 所以比方說像19跟9 那它們之間大概就差10倍的功率 那像我這邊提的是11DBM 這樣子 那算是中間偏下 的一個功率 那如果你設計的越大 它本身在每一次你收發指令的時候 所耗的電量就會比較大 我們這邊量的是所謂當 ESB32通電之後 手機接上了WiFi訊號 也就是說手機連到了它的熱點之後 就是單純只有連線連到 平均的功耗 這個畫面來講的話 橫軸是所謂的 CPU工作頻率 那我們是240到40 縱軸指的是所謂的發射功率 從19DBM到7DBM 那我們在這樣探討的過程中 其實你會看得到 橘色的 就是它的功耗比較大的 那就是像240 只要是240 或者是一般來講 你如果沒有特別去寫240的時候 CPU就是按照240去走 像我們以前這樣子做的所有的專題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特別去講 大概率它是以240在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的一個整個分佈情況 還是有一定的相關程度 最大大概是0.137 然後80 搭配7DBM的時候 大概是0.114 所以他們的功率 如果這樣子來算的話 其實也是差了大概20%到25 那事實這邊要特別提出來講 是說 有時候我們也不能一味的把我們的CPU 射到很低 因為這個時候有可能你的 一些 特定功能 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工作頻率才可以做的 像是 到40的時候我就發現我的 WiFi功能是沒辦法作用的 所以 下面這些數據都不能連 那這個0.08只是說我大概開機 我開機之後測試它的一個 還沒有連線之前的一個電流 所以這個0.08其實就只是個參考 所以整個40的過程其實 40MHz的這個 狀態下 其實 我的WiFi是沒辦法連線的 這邊特別 分享給各位知道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WiFi 不管是AP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WiFi設定 我建議就是說你至少要設定80以上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你的DBM的話來講的話 像我這邊如果是7或11來講的話 這個數字雖然相對偏小 可是 基本上10公尺 在室內10公尺以上的距離 都還不是什麼問題 都還是可以連得到的 只要你的干擾 或者是你的室內的一個 環境沒有說太難連接的話 基本上 一般來講 1對1這樣的形式 其實都是可以連得到的 所以換言之 其實有看了這個表格 你們就知道 以後如果你今天如果真的是要追求一個 比較綠色環保的一個 專題來講的話 其實你就會開始想想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去讓你的工作頻率那麼高 你的發射功率有需要那麼高嗎 這件事情就讓大家去想想 這個頻道主要是講科技應用專題 以及一些升學上的資訊 如果你喜歡的話 麻煩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